3 Hello 你好 我是茵茵 马上和过年差不多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 那到我录影的这一天呢 其实政府好像也还没有发出一些相关的 detteSOP 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一定也是非常的无所适同 然后又会觉得呢说 今年过年好像没有气氛啊 大家好像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 中国可能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就爆发了疫情 然后这次来到了第二年 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有想到一些方法 可以怎么样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大家保持距离 却能够同时拥有过年的气氛呢 同时也很想知道 那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到现在听说他们的这个疫情 控制的相当的好 那到底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这么好呢 那我今天就找了我几位 可以在不同城市的中国朋友做连线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告诉我们那里真实的情况 好 那我现在第一位要打的朋友呢 是我广州的朋友 那我们认识的过程非常的有趣 当时候是我在Happy Hour跟阿鼓当班 然后呢他是观摩团 然后来就是参观 然后就是两个非常热情的人呢 就交换了这个微信 他的名字叫Mandy 他是广州大学的传媒系的教授 广州的情况如何 因为我听说大家讲说中国的这一个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嘛 现在基本上都生活好像都已经没有太大影响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个疫情是确实是数量上控制了很多 但对我们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 我们的这个出行啊什么的大家都会很谨慎 那我可能比较能够讲的就是北京和广州两地 因为我在广州工作 然后正好又在职的在北京上学 我上了学期在学校 基本就没有怎么出过校门 因为每天你出校门你都要给老师请假 那么有繁琐的程序下来 我就决定干脆就不出校门了 所以学校的管控很严格 我一月初从北京回广州 然后一回来就接到了我们户口的那个派出所的电话 他说你是从北京高风险地区来的 那我们要去你家里做一个调查 给你量体温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仔细想想 因为我们的手机号都是跟我们的行程挂钩的 所以户籍办事直接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 然后他们就真的立即来我家做了这个检查 还让我签字了 确定自己中途去了哪些地方 所以应该来说非常的严格 它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出行方面的问题 那他们上门来做检测这件事情是需要付费吗 还是国家给的 他好像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国家会给 但是大多数人的这种淹丝的出行 就往来几个地方做检测的话 应该是付费的 我看到北京市的卫健委他发的信息 从1月28号开始 北京市的检测的费用是下调到了80块钱每次 那我们检测完之后 基本上当天或者第二天一般就会出检测的结果 80块人民币那很便宜 我们买一下大概就是200块左右吧马币 那很贵了 80块人民币是差不多多少马币 80块人民币大概是60吧现在 对之前我检测费用也差不多都是100左右 然后七八十这样子 所以现在春节嘛那你们那边就是以前不是春运都是一大盛事吗 然后所以现在大家都没有回家了对吗 其实中国人确实特别在意过春节就是不管你挣钱多挣钱少 春节一定是要团聚的我们很在意这个仪式感 但是你知道中国的妈妈他们是特别同情达理的去年有很多 因为疫情本来要回家的人 然后妈妈就强行打电话强烈的要求你千万不要回来 所以父母是非常的理解子女可能不回去这种情况的 不过确实我们现在是鼓励要叫做是就地过年 就在你的所在地过年 那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老家在其他地方 然后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大城市工作的人 确实会遇到一种纠结就要不要回去 可是今年大家其实基本上董事都会知道说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子 而且他们讲说就是北京为了要让人家就是尽量的不要离开去过年 然后所以检测的方式变成从就是肛门检测之类的是真的吗 我前两天有个朋友是在广州做的检测还没有做到肛门检测 他还是就是你自己做的检测大概就是上周五做的检测 北京是从1月28号开始我们从其他地方进北京就必须拿出7天内的核酸检测的报告 就今天上午光检测就有一千多人就我家附近的一个医院 不仅仅是北京的像我老家刚刚说的江西他也发了文就是从1月28号以后 你要是回江西那你就必须拿7天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这个政策其实是它是有就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的 因为国家出台的政策要根据你所在的地方是高风险地区还是中风险地区还是低风险地区 而且这个高中风险地区也是在不断调整的 如果你是高风险那要继续地测 这个政策其实我感觉是在与时俱进不断地在更新的 那最后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尽量地就地过年嘛 那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回家乡 那你们有没有发展出一些就是中国的网友啊创意也蛮多的 然后会有一种有远距离 但是又同时可以保持到节庆感的一些庆祝方式嘛 的一些点资 现在大家可能会考虑一个方法就是网络直播过年 我在这里然后老大的人可能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直播团圆饭啊 其实家庭的相聚我们很在意这种仪式感 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应该是全家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种很特殊的年份 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互联网 虽然身体没有那么近的距离 但是心灵是在一起的 然后可以一起看春晚 我觉得这样子就可能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对于大家身边的人的一种最好的爱护和付出吧 说得太好了 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们都可以听得到 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道理 留得青山寨哪怕没年拜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农村啊 他们都挂横幅 去年的时候挂横幅 就是那个回家过年不孝子孙 就大概这么说 因为老乡亲都知道你会把病毒带过来 所以在去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有一些乡村他们就挂这样的横幅 我们都是给他点赞的 因为在任何的团聚面前 他不能超越生命的安全和健康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没错 好那谢谢Mandy 那也希望你今年呢也是一样越来越漂亮 就是继续漂亮 然后呢身体健康 好心想事成 阿娃还有主席希望大马的兄弟姐妹们也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大家都可以在疫情阶段能够珍惜我们现有的幸福 珍惜身边的人平平安安的过好年 好谢谢Mandy 那接下来呢我要联系这位朋友呢 我们认识的方式就非常的有趣啦 因为我曾经在离职之后有去中国上过婚礼主持课 然后里面就有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这个女主持人 而且他们是做婚礼主持的 那虽然我就是在之后并没有在婚礼主持这部分去就是发展 但是呢当时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那这位朋友呢他本身是来自贵州 但是他现在居住在海南这个城市 那现在就联系他看看海南的情况又是如何 海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海南现在还挺好的 就是虽然大家出门都戴口罩 但是就是还比较安全 所以其实海南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疫情就非常的稳定啊 2020年过完春节以后吧 就开始稳定下来了 这边控制的还比较好 就是政府啊什么的就还蛮积极 然后民众也比较配合 所以他们今年也是可以回去就对了 就是没有说行动上的一些限制 对今年是可以回去 只是呢就是还是提倡说 不要大规模的聚餐 本来以前可能是大家族之间就是要 要带一起分享一下晚餐呀什么的 现在可能最多就是一两个小家庭这样的 嗯对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大规模的聚餐 人数是大概是多少 因为中国人太多 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一个数量感是不是一样 一个大家族其实人还蛮多的 比如说像我老公家这边吧 他们就是有看四个叔叔吧 我看有四五个五个孩子 就每个孩子他们都会有 我看大概每个家庭有十多个十来个人 所以说如果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其实人还是蛮多的 对但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就两家人 十个人左右吧 十多个人就是会一起吃一个年夜饭 对 十多个人那倒还好 还是正常了 还是挺正常的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恐怖 所以像今年我们马来西亚 因为临近过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疫情呢 其实人数挺吓人的 那我们也可能会呼吁大家 不要离开自己的家 那就也是就地过年 那但是就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 不知道你们在中国 有没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过年方式 可以维持那种仪式感 还是一种团聚的感觉呢 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真的 就是不敢走哪里嘛 就天天待家里 就只派家里面最强壮的那个劳动力出去 去超市去买点米啊什么的 就是日用品回来 然后我呀我妈妈还有我外婆都在家里待着 然后就很无聊啊 很无聊我们就就拍一些小视频 就是编故事就编成比如说 我外婆就她比较搞笑的一些片段 然后我们还搞个联欢会呀 就是我和我老公因为因为是喜欢主持嘛 然后我们就会搞个什么疫情期间的联欢会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会表演一些什么搞笑的节目 就是花样宰肉 就是把那个肉给它剁碎 剁成肉末 然后不同的花式啊 然后就是搞笑的就是那样的施朗诵啊 然后还跳乱七八糟的跳舞 就还挺好玩 就拍出来以后很多发朋友圈啊什么样 就很多朋友觉得还挺有意思 还想看下集 就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情况就是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自己在家里因为又不能出去 那就只能搞点线上的活动做了 我外婆都成名人了 所以说我要搬小板凳来看 好的那就先谢谢依依咯 感谢你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哦 今天这个影片呢 其实是一开始想要找五位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年的春节大家是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是没有想到呢 其实内容还蛮多的 然后就觉得如果把全部都放在同一支影片的话呢 就会有点点太 太多 太长 所以呢 我会把它拆成三个影片 那这一集呢 就有广州的朋友啦 还有海南的朋友 接下来呢 还有天津 上海 以及成都 如果你也很想要知道他们的年过得怎么样的话呢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然后呢 记得要点赞 分享出去 然后在留言处告诉我 你是在什么地区 然后今年的春节 你的城市有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意的过年方式 我们可以一起集思广义 虽然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过年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 maybe比较特别的方式 把这个年呢 过得比较难忘一点点 那我们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